这场科学实验的研究对象是一群来自对立营地的男孩们,他们并不知晓自己将被操控着进行竞争。 这是怎么一回事? 1954年夏天,一辆载着一群11岁和12岁男孩的校车,抵达了俄克拉赫马州的罗布斯洞穴珠丽公园。 然而,这群孩子们并不知道的是,还有另外一辆校车的存在。 所有的男孩都以为他们要去露营,而家中的父母还以为孩子们只是去参加了一场由赞助方提供培养领导能力的夏令营。 他们都不知道营地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而这些男孩只是这个备受争议的实验的实验对象。 实验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发这些男孩们的争斗。 罗布斯山洞实验被设计成了三个阶段。 群体的形成,摩擦的产生,以及冲突的解决。 实验从群体的形成开始。 第一周,每个小组在彼此完全分离的情况下去参加各种活动。 男孩们都玩得很开心,他们开展游泳和徒步旅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规范逐渐形成,他们中出现了领导者和追随者。 男孩们建立起了友谊,并开始创造自己的独特文化。 最后,他们甚至为自己的群体取了名字,一组自称是老鹰队,另一组自称是响尾蛇队。 他们把自己群体的名字印在衬衫和旗子上,各自的小群体就此形成。 两个群体有了各自的身份象征,他们现在准备好要见面了。 在摩擦的产生阶段,这两个群体开始相互接触,研究人员设立了一场比赛,只有获胜者才能够得到奖品。 换句话说,他们营造了一个有限资源的环境,来让两个群体进行争夺。 没过多久,其中一个群体就对外来者产生了敌意。 偏见开始显露了出来。 为了加剧他们之间的矛盾,这些研究人员甚至开始怂恿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小屋里倒泥吧。 到了最后,孩子们之间开始相互憎恨,殴打并谩骂对方。 他们烧毁对方的旗子,有时候矛盾会激化到营地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介入的地步。 最后的阶段是冲突的解决。 这些男孩本来是应该和平相处的。 一开始,工作人员试图通过增加接触和交流,来缓解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 但这些做法,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这之后,研究人员堵住了营地水箱的阀门。 由于没有饮用水了,孩子们口渴难耐。 这时,研究人员开始建议他们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有些勉强,但两组人马也开始进行合作。 不久之后,孩子们开始和解并进行合作。 再也没有响尾蛇或老鹰,有的只是一群合作的男孩们。 当水终于流出来时,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 研究人员从实验中分析出了四个关键点。 第一,个体差异并不是群体冲突的原因。 年龄、种族、文化或宗教似乎都不重要。 第二,当群体争夺的资源只能由其中一方获得时,双方就会产生敌意。 第三,讨论交流并不能解决冲突。 第四,只有共同的目标或敌人,才能促进彼此间的合作,缓解矛盾。 两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莫扎福·谢里夫和他的妻子卡罗林·伍德·谢里夫, 是这个备受争议的实验的幕后推手,并随后建立了一个理论。 现实冲突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敌意是如何在争夺有限资源, 如金钱、权力、军事保护或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产生的。 不管这些资源是在实际中有限,还是只是理论上有限,这都不重要。 他们的这项实验,帮助我们理解了对外来者的区别机制。 这种机制在资源短缺期间会进一步升级。 例如,当内部群体认为好工作很难找到时, 他们通常会设法消除外来竞争的因素, 游说法律对他们进行限制,或者拒绝新来者参与竞争。 你是怎么看的呢?群体冲突只是因为对稀缺物品的竞争才产生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真的会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吗? 还是这个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不适用于成年人? 毕竟,孩子更容易受到影响,不仅容易形成偏见, 而且过后也会反复地改变他们的想法。 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请登陆patreon.com 加入我们。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请访问sprowscourse.com CHOO